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年1月11号关系着你我未来的生活关系我们未来的发展 所以明年1月11号的总统大选或是台湾很重要 我觉得很重要超级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那这个转折点到底是转向哪一边呢 这端是2300万人的智慧了 那现在目前台面上所浮出来要参加总统大选的几个潜在的人选 或是说已经表态人选包括最近新闻非常多的郭台铭董事长 另外蓝营呢韩国瑜虽然说表态不参加国民党初选 但是并没有把话说死 原则上呢我认为韩国瑜是想选总统的 只不过是呢要怎么解套他高雄市长这件事情而已 那另外呢民进党现在党内打得不可开交的 就是蔡英文总统跟前行政院长赖清德两个人 那还有一个人呢在隔岸观火啊 现在目前正处在啊到底要选不选 并不是天人交战 而是看蓝绿的这个推出的人选磨定而后动的 这个人叫做柯P白色力量 先讲柯P吧 柯P为什么现在到这边迟迟还没有表态呢 原因很简单 因为柯P知道他的票源来自于哪里呢 一定是来自于所谓的中间选民再加上瓜分蓝绿两边的选票嘛 所以说呢 柯P要能选上总统他最大的机会是什么 一定是蓝绿这个有一边啊出现一个非常弱势的形态 也就是说呢不是蓝很弱或是绿很弱 形成了这个一面倒的态势啊 而使得呢蓝绿基本盘松动 这个票才会游向柯P的中间选民 也就是说这个白色的力量 如果说蓝绿都推出一个非常强的态势 就是双方两边的候选人都是非常具有民意基础 而且呢也都非常具有基本盘的 那我认为柯P参选的机率就不高了 因为他很难呢 这个从蓝绿这两边呢去拿到任何一票 所以他只剩下中间的这个部分 只剩下中间的部分呢势必难以支持他选上总统 所以说柯P现在目前正在谋定候动 那谋的是什么 谋的就是看蓝绿要到底推出什么人选吗 假设说蓝银推出了这个韩国瑜 那绿银推出了赖清德 我认为柯P要参选的机率就不高了 那当然他就会这个隔岸关火了 但是如果蓝银推出了一个弱弱的人 或是绿银推出了一个弱弱的人 那当然柯P就参选的机率就大大提高了 那所以这是现在目前我们看到台面上的几个 这个人的动态 那至于说蓝银的动态的部分呢 现在目前看到就是韩国瑜跟郭董两个人 最明显的竞争态势了 那虽然说韩国瑜并没有啊 这个放马出来了 但是呢感觉起来啊 韩国瑜的马是叙事待发的 那今天最新的新闻就是说蓝银准备为韩国瑜跟郭董啊 一次性解套 就要定一个特别办法 采取所谓的协调式初选 百分之百全民调的方式 让韩国瑜呢能参加这个初选 那至于说参加初选之后啊 那势必就是从这个国民党的初选候选人中取得一个最强的人 那我个人是蛮热见这样子的方式了 也就是说终究让民意来决定啊 是韩国瑜出现呢 还是说郭台银出现 还甚或是王金平或朱立仁都有可能 whatever任何一个人经过民意百分之百的洗礼之后呢 出来一个最强可以代表蓝银的人 那就是最好的事情 那至于说绿营呢 现在目前到底要不要举行初选 还在未定之天呢 看起来蔡英文总统是不愿意这个举行初选的啊 因为他一直在强调初选会造成党的分裂 造成很尴尬的情况 但是呢赖清德是强调一定要初选 那到底最后要怎么瞧 当然这个绿营的变数也蛮大的 那如果说绿营推出了一号这个候选人 跟蓝银对垒 那最终啊 那个选民当然就是在1月11号 要决定性的一票 决定你的未来 那我个人更关注的就是呢 就是说下一任总统 他的经济政策 两岸政策是什么 我觉得呢 在总统所有政见里面呢 最重要就是这两个政见 这两个政策是最重要的 也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把台湾的经济 带向另外一个发展的境地 另外呢就是两岸的关系 要怎么去处理 因为两岸的关系呢 涉及到两岸之间经济 以及台湾未来的发展 这个事关重大 所以这两个会是我个人最关心的 总统要提出来的 候选人要提出来的话题 要提出来的政见 那现在目前看起来 蓝绿两边 针对这两件事情 也很明显的差距 比如说呢 那在这个总统大选要举行 现在目前当口上面 当然这个候选人 潜在的候选人都已经提出了 他们对于这个经济啊 或是说两岸的看法 那其中呢 蓝营方面呢 认为是两岸是一定要和平的 这个和平共处 至于说如何和平共处是后话 重点是和平一定是前提 那绿营方面呢 则是把国防啊 把这个台独啊 这些放在 好像比和平更重要的位阶 就很明显的有大的差异 那一方面是强调 台湾的绝对自主性 独立性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蓝营是强调 两岸之间的包容 或是说互补 或是说合作性 那听众朋友 你觉得哪一件事情 比较重要呢 现阶段对于台湾 未来五年十年 二十年的发展 是两岸的互补性重要 包容性重要 还是说呢 两岸的这种政治议题 意识形态重要呢 我想这个答案应该是很清楚了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 两边的候选人针对这个议题 会有这么明显的 这个意见上的陈述 或是表达呢 最主要还是选民嘛 还是看选票的 这个角度了 对不对 另外在经济上面呢 我看到比较多 对于未来台湾经济发展 琢磨 反而倒是蓝营的候选人 包括郭台铭 包括韩国瑜 都对台湾未来的经济 表达他们的忧虑 以及他们准备 要大拼大干一场 把台湾经济带向另外一个层次 这样子的政见 或是说已经 这样子的表态已经出来 但是绿营似乎在 经济议题上面 还没有太多的琢磨 这倒是我蛮期待 蔡英文或是赖清德 能赶快提出 经济方面的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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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